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位传奇性的人物来解释这个卦名 好 我们看下个卦名 六一天水诵 秋楚姬 西枝盘黛 中招三尺 就是说虽然授予观贤 但是可能在一天当中就连降三级 秋楚姬是八号人物 八在数字简易里面是更为三 三代表权力 他的内心潜意识是颂寡 六一天水诵 天代表财富 所以代表独立 就是说他外在很富有 内在很独立 秋楚姬 一一四八年 生于山东登州府 也就是现在的烟台 七霞市 他二十岁追随 当时的全真教派教主王重阳 学习道教 三年后出师 随即王重阳语化先世 他和四兄弟们就到了陕西 中南山去传教 四十三岁的时候 因为经朝限制传教 他们一醒就回到山东老家 七霞重新开始在老家传教 五十五岁的时候 他的师兄过世了 他接任教主 成为全真教第五代教主 七十岁的时候 金朝和南宋相继邀请他去讲道 他都婉拒了 同年的秋天 元朝元太祖 成吉思涵派人去邀请他讲道 他却欣然答应 通过了三年的磨难 终于在花拉子磨 就是现在的阿富汗 见到了成吉思涵 兵主相见圣欢 通过了半年的时间相处 他告别了成吉思涵 成吉思涵 封他为国师 允许他在蒙古帝国传教 五年后 五年后 先世语化 享年八十岁 巧合的是三天后 成吉思涵 成吉思涵也相继过世 吉思涵 九二火地静 我们知道 静卦和明仪卦是一对 静与明仪 家人亏 静卦和地火明仪卦 静卦 在意境里面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卦 我们以前讲过 此刻法 列宁 都是地火明仪 然后他的反过来 火地静 所以以后各位同学 只要看到静卦 明仪卦 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人物 静卦 就是成吉思涵 打破天下无敌手 成吉思涵 生于1162年 二十岁就当上了 蒙古西安部的可汗 四十四岁的时候 就成为大蒙古帝国的 陈基思涵 一一二七年 过世 享年六十五岁 好 我们看下面 宋朝数字简易史 六一天水宋 丘楚基 西枝盘黛 中朝三尺 丘楚基生于1148年 二月十日 蜀大龙的 八号人物 水瓶座 他的内心潜意识是 六一七 天水宋 在这里 讲个题外话 我的父亲也是八号人物 天水宋 也是生在山东烟台 从他的人生过程当中 有很多相似的 好我们看右边的 陈基思涵 生于一一六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俗马的 一号人物 双子座 他的内心潜意识是 九二二 火地劲 好我们看下面 宋卦 天水宋 宋 有福至替 忠吉 忠凶 利贱大人 不利涉大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有诚信 但是要终日惶恐 警惕 忠庸为吉 最终为凶 利贱大人 不利涉大川 就是说 邱楚基 花了三年的时间 去见到了陈基思涵 那是路途上 他的徒弟都相继去世 所以多辛苦 所以不利涉大川 我们看九二 不克颂 归而补齐 人三百户 五行 这句话就是说 他在44岁那年 在陕西 中南山传教 后来 金朝 迫害宗教 不准他们讲道了 他就回到了 山东西下老家 虽然只有三百户人 也可以养活得了他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秋楚基 道教里面的太极 宋卦 他里面有六个瑶尺 历历在目 都是在说他的这个人生 好 我们看下面的话 输送 争辩 争吵 先及后凶 凡事 谦让为上策 退一步 海阔天空 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到现场 谢谢下面的主题 谢谢下面的主题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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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